老闆 麻烦你 你是什么狗啊 拉不拉多 大狗啊 那吃得很快的 现在这种大包装的 在做活动 最划算了 小包的 你没两天又吃完了 又得来 没事 我不介意常来 好 来 手机服 谢谢 拜拜 谢谢 你这喝水的 就别举杯了 喝车不开就不好 你走 各位 打扰一下 我是本店的厨师长 洪峰 几位是本周的 第一百桌客人 我特意献上一份 本店的招牌菜 麒麟小酥肉 免费让大家品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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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等会儿 我先拍个照 那我也拍 拍什么照 趁热吃口感会更好 好好好 吃吃吃 好吃 妈呀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是我吃过的 最好吃的小酥肉了 洪师傅 你这道菜 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 几位请慢用 祝你们用餐愉快 谢谢 我看什么秘方 好吃的行了吧 所以呢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我送你上去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大晚上能让人起了次 怎么办 走 好 进门 哎呀 真温馨 汪隆 隆喽 隆喽 我想死你了 隆喽 你进我家也不换鞋啊 没事 我很舒服 不用管我 思思没在家呀 没有 她这两天排练 都不回来住了 是吗 我先处两个单子 我说啊 这一天累死累活的 能挣几个钱 汤也是肉啊 挣点零花钱呗 你去帮我 在门口拿个箱子呗 你是不是故意的 脚下不是箱子 这箱子都打包好了 快点 哎呀 你又仗着我喜欢你 大小的呀 对小的就行 优优独品 军师 谁啊 门口全是汽油 怎么会着火呢 别过去 别过去 太危险了 把窗户带开 怎么办啊现在 抱歉 抱歉 你去拿水 怎么拿水啊 那都是汽油 来 你给我 你去打石帽劲 去打石帽劲 快点 快点 喂 119吗 我们小区着火了 地址是解放路警方南里 现在二楼全是烟 你们快点过来 看看 看看 你们没人打 哪儿去 顾初 顾初 干嘛呢 走 不行 走啊 我的坏 走啊 顾初 快快快 五官人员撤走 快快走 快快快 东南门进 东南门进 快快快 把他们俩走 把他们俩走 还有人没出来呢 顾初 没事吧 陆老师 没事吧 我帮你拿 陆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刚好路过 我刚才上去的时候 看见门是被人锁上的 来 屁一下 老陆 什么情况 他们在屋里的时候 听到外面有人 我上去看到 门是被人 用锁链给锁上的 蓄意纵火呀 嗯 我们过去看看 我听老陆说 你也收到了人偶 原来想晚上来问问你 结果就先出事了 不知道人偶谁送的 今天也是 就听到乌龙叫 一开门火已经烧起来了 没看见人 人偶已经送去检查了 很快就有结果 你最近 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啊 或者 被人跟踪 没有 行 那这儿就交给我们吧 顾初你今晚的住宿 老陆 你来解决一下 行 东哥 小初可以住我那儿 乔先生 这恐怕不行 我们怀疑顾初指 受攻击的目标 生命安全受到了危险 必须由我们警方 来提供保护 希望你理解一下 不是 危险我不怕呀 我那儿地方大呀 不用 那个我住酒店就行 那也不行 现在案子还在调查当中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 最好身边有人保护你 我 老陆是自己人 如果有什么事情 也好有个照应 我 我 我等我 你 不是 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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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危险给我打电话啊 你这些事 这些事 这些事 白珏 你现在的事 你里面不知 我就是 你可是走樓梯上来的 罗队 你看 刚刚的血迹 幸好没有装上水滋 去药吧 一个容器都没有 继续找人 继续找人 去药吧 一个容器都没有 去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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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队 有了 还有这个 有汽油味 应该是放火的人留下的 这手套上有血 这哥们儿点个火 还能把自己烧热的 先带回去吧 把这附近的监控 全部调出来 是 喂 老陆 我找到点东西 明天给你送过去 好 这两个月确认 是有人送过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 跟温泉酒店的案子有关 可以考虑病案调查 有可能 明天见面再聊 好的 对了 思思 你最近回家住吗 怎么了 姐 我正想跟你说了 我这一周有排练 所以回不去了 没什么 我就跟你说一声 家里门坏了 这两天要休 你就别回家了 那个 我这两天也不在家住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好的 姐 但是 你住哪儿呀 你别八卦了 早点睡 来 还真不认生 对了 你睡我房间吧 不行 那怎么好 夜色不 我睡客厅就行 就这么定了 不然我一个人去酒店了 好吧 拜论 荆棘是一场相逢 心灭了各分喜动 为何爱转头成了空 笑容也遮不住眼红 不说迷离的心动 跌跌撞撞的心痛 解不开迷雾千重 我爱的汹涌 你走的从容 你留下的家乡 不得天落地望 你的秘密像什么拼命隐藏 如果没爱过你的光芒 谁会在夜里一直等天亮 天亮天亮 罗队 监控准备好了 放吧 嗯 我打费的 没办法 要收拾的 我保护 对吧 这房子 还没人 我刚才 这 那球 有意思 假设 去顾初家放火的 更把刘志勇扔到温泉的是 同一个人 那根据监控 和现场的情况来看 是一个年纪在二十五岁 到四十岁之间 身体强壮的男人 但刘志勇最后见到的 或从顾初收到的人偶盒子里的 头发检测出来的 却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人 这是一对刘志勇啊 同一伙的 对 很有可能 水平和手套 送到法医那边了吗 都送上去了 还有顾初家外面的一滴血 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指纹怎么样 戴手套呢 平常的指纹 查不到 好 我就向陈局申请并安 等等 罗队 对 你看 刘志勇遇害当天夜里开的 就是这辆车 狐狸支队昨天夜里发现的 这一场大火 什么证据都没有 我们现在只剩下两个 真头发的玩偶和一滴血 什么都没有 不对 还有 刘志勇的眼睛 为什么被刺下 查 查查查他的社会关系 把他的底给我吊出来 好 你现在注意事 喂 你好 好 朋友 消息事 好 好 神经 好 那庞成 好 好 好 谢谢 那如果有什么情况 请请快联系我 喂 你好 请问您认识沈强吗 没有 您认识庞成吗 没 请问您认识小沈吗 对 什么 您认识小沈 您把位置告诉我一下 我记一下 您认识小沈 又一个 又一个用真多个做的 你去找找 有没有快递盒子 来 那个快递盒都在外面呢 这里有你的快递箱吗 没有 我都拆开就扔了 来 坐吧 好 别紧张 好 你和沈强一支合租是吧 对 你跟他认识多久了 也没多久 我刚搬进来半年 沈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能跟我说说吗 我也不太了解 我跟他平常没什么联系 因为我经常要出差 基本上一个月 就回来七八天这样 这不是要交房租了吗 我才打电话联系他的 你为什么会有 刘志勇的电话 就是上次他喝大了 刘志勇送他回来 我就是那次留着 刘志勇的号码的 我叫他们俩关系都还不错 这一次 打沈强的电话一直没人接 所以我才打电话 给刘志勇的 沈强的电话号码 给我一个呗 我看看啊 这个 沈强在什么地方上班啊 好像是一家餐馆 叫什么来着 外摊会 对 沈强是我们的二厨 厨房的采购 都是由他负责 他上一次上班 是什么时候了 前天 大前天他就没来上班了 厨师长还跟我抱怨 说沈强又没来上班了 也没提前打个招呼 电话也没人接 你看 这都三天了 也没个阴性打 他以前经常这样吗 不打招呼就失尊了 没有 已经顶多是酒喝多了 请了一天半天假的 也不至于找不着人 知道他有可能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他这个人吧 平时不太合群 都是独来独完的 下班之后 跟我们也没什么联系 好 麻烦您了 如果有他的消息 马上跟我们联系 好的 慢走 再见 罗队 失踪三天 会不会和林志永一样 别人弄死了 然后找哪儿了 但也我那还来得及 您好 您好 我们是情人大队的 你们负责人在吗 我们找他了解点情况 我们经理出去了 有什么事吗 这块件帮我查一下 看看是你们那个员工惊的手 稍等一下 来 我查一下 来 这里签字啊 在这个地方 这个单子是 三月二十九号 汪国华 小汪 小汪 你过来一下 来 你看一下 这单子是你记得吧 是我 怎么了 你好 我们是警察 你仔细想一下 当时是什么人 记得这个快递啊 这单子 这带偶尔想起来了 当时是个女的 给了我一张一板的 当我找钱的时候啊 人就不见了 程熙十二 找您吧 人呢 来 您看 我还特意在这儿 写了个字呀 后来我想退钱给他 结果电话是空号 怎么也联系不上 所以说对他记得特别清楚 咱这监控平常都开着吧 都开着 都开着呢 看来他知道有监控的 把自己捂这么压着 假的电话和地址 应该是事前早有准备 等等 到过去 左撇子 这下好了啊 又多一女左撇子 我们这是遇到犯罪团伙了 是吧 夜店跟刘正永一起走的女人 调出来看看 好 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了吗 发型和脸型都很接近 身材也很俏 应该是同一个人 这女人查到了吗 没戏 我之后去夜店又问了 都说我不认识 监控委员拍照正来 那就先找沈强 沈强也是在刘志勇之前 收到的玩偶 顾初也是在收到玩偶之后 才遇袭的 如果说玩偶是警示的话 那沈强已经失踪三天了 很可能已经遇害了 喂 你好 新林队 喂 老陆 你说 在玩偶盒子里的头发 是女的 去顾初家放火的人的血样 是男的 至少两个人 跟我们调查得差不多 有个叫沈强的 也收到了玩偶 是个女人送的 可能跟顾初查出来的是同一个人 找到沈强了吗 哪那么容易 我们也想啊 我先把头发跟血样 送去库里 筛一遍 有消息通知你 好 我知道了 好 罗队 怎么了 找到沈强手机了 你怎么可能 我们去找你 啊 给你找到了 我可以找到 你的网络 乔公司 是实际上水 沈强三十一号晚上 十一点打的卡 对 就这天 是他最后一天上班 应该就这些了 我们的监控 在员工最后下班的时候 就关掉了 一直到第二天上班 才在电脑上重新开启 孙经理 你们有捡到 沈强的手机吗 手机没有啊 什么声音 轻水 我 罗队 你来看一下 老队 还有这个手机 藏在冰柜底下了 关了铃声 我们听到震动才发现的 它让手机开着 就是想让我们找到 我 交给你 好 手 脚 大腿 胳膊都在 加上最先取出来的头 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尸体 但内脏全没了 应该是被人处理掉了 他和刘志勇都受到了任务 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 计划周末 手法残忍 尸体都动透了 死亡时间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头部受过重击 真不知道是不是死因 尸体的切面很平整 斩下去的角度很大 很深 不像一般的菜刀 有可能是一把很重的刀 可能是这种斩骨刀 你的意思是说 这儿很有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 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分尸 再搬到这里藏起来 这些刀每天都在用 肯定切了不少带血的肉 上面的血迹很难分辨 但周围的环境可以 这都是人线吗 厨房每天都切肉 会不会有别的可能 除非他们杀的 是一整只牛 而且用电锯 在这台面上 火给处理了 好了 这就交给你了 厨师长人呢 外面呢 好 顾初 今天晚上我有任务 要值班 你记得自己锁好门啊 洪峰 洪师傅是吧 是的 我是这儿的厨师长 你知道冰柜里放了什么吗 我知道啊 你说的那个呀 那个我不知道 那个冰柜 平时我们很少打开 里面放的都是一些 不怎么用的东西 血腥味那么大 你不知道 警察同志 你也知道 这厨房本身油烟味就大 我这鼻子早就废了 哪儿能闻到什么味道啊 沈强三十一号下班之后 你再见过他吗 没有 没有 第二天 我看到他没来上班 我就打电话给他 结果没人接 后来我又打了几次 还是没人接 你们早上几点上班啊 我们是两班到 早班一班 六点就到了 我记得沈强那天是晚班 应该是十一点左右下班 你们打烊之后 再怎么才能回到厨房啊 厨房还有一个后门 我和沈强都有钥匙 好 如果想起什么来 马上跟我们联系 好的 去后门看看 没有路灯 没有监控 完美的犯罪现场 从监控来看 沈强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他离开的时候 里面还有两个人没走 凶手应该就是藏在这儿 等沈强出来 控制住沈强 等其他人走了 再把他弄进去 那两个人走了之后 沈强又被带进去 进行分尸了 死者头部曾经受过重击 但伤不致死 很有可能是凶手 先把死者打晕 等他失去反抗能力 再把他肢解致死 所以死因是创伤性 失血性休克 死者脑组织已经动透了 死亡时间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第一个眼睛被戳下 这个舌头被割断 凶手这么做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还有 凶手为什么要质解尸体呢 按现场的环境来看 应该是为了方便存放 如果把整个尸体 放到冰柜里面 冰柜肯定不够它 那我们发现了这个烟灰 是不是可以说明 凶手是一个 有抽烟习惯的人 这不是普通的消炎 这个烟叶烧过之后 既光滑又平整 应该是一些 质量很好的进口雪茄 那照您这么一说 凶手是一边悠闲地抽着雪茄 一边处理尸体 这也太冷血了吧 对他们来说 死人就是死人 跟其他东西没两个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出去一趟 有事打电话 哦 死因已经确定 是创伤失血性休克 但尸体被冷冻过久 所以很难判断 具体的死亡事件 不过从脑组织冷冻的情况 来推断 死亡时间至少超过 二十四个小时 根据厨房的监控 跟死者的通话记录来推断 死者应该是在 三月三十一号晚上十一点 到四月一号凌晨五点之间 遇害的 死者头部至少受过两次重击 就在这里 很有可能是凶手 在死者背后偷袭过他 让他昏迷 另外 死者的舌头 被人从舌根割下来 但是割口出血不多 应该是死后才割的 关键是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 上一个是戳瞎双眼 这一个割下舌头 看了不该看的 说了不该说的 我认为 这两个具有仪式感的行为 一定跟凶手的杀人动机有关 还有那个玩偶 这其中一定意味着什么 是 这两个人 是 这两个人 是